大家平安 今天雅各进度是从 就是七章一节 然后到八章四节 邀请大家可以坐下 先好好阅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 我们向你非常感谢 谢谢你 让我们有福气 能够用花时间来到你面前 学习安静思想 聆听的话语 主也愿意圣灵来光照我们 启示我们 让我们更深地恳慕你 明白你的心意 照你的旨意来行 向你先让祈求祷告 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要先看七章的十到十三节 我属我的良人 他也恋慕我 我的良人来吧 你我可以往田间去 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 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 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 石榴放蕊没有 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风茄放香 在我们的门内 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 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 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哇 很有意思 这个故事发展就到了一个新的段落 这边描述了这两位一起得到爱情的滋润 曾经那个欢乐无比的情境当中 整天可以相处在一起 享受那美好甜蜜的滋味 那如果我们看 哇 我属我的良人 他也恋慕我 所以其实在雅各当中有几次 类似七章十节就是很强烈的那个告白 二章十六节六章三节 恋慕其实只有这边跟创世纪有提到 就是人有强烈的欲望 期待就是要在一起这样 然后当然在尊庄著书 或者也可以翻译成唐沃在江伯树林当中 这边很有意思是说到哇 我要把我的爱情留给你啊 所以其实爱情有的时候 金云这爱情有很希望两个人独处的时光 这边就特别提到 然后甚至这个爱情又不断的改变 升华到哇 能够献出来这个爱给你 很美好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八章一到四节的经文 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 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 我在外头遇见你 就与你亲嘴 谁也不亲看我 我必引导你 领你进我母亲的家 我可以领受教训 也就使你喝十六十酿的香酒 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 他的右手必要将我抱住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 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 等他自己情愿 好很有意思 这边讲一些一读 听起来就很美 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很好懂内容 过去都是良人新郎来带领 那但是这时候这个新妇说 我必带领你 他好像如今希望自己能够引领新郎 然后想想看什么地方最适合弹琴出来 是王宫吗 好像不是 为什么王宫里面那么多人探索 所以很有意思 这边说 心腹说我要引领你来进入我母亲的家 所以母亲的家更适合良人谈情说爱 然后很好玩是这边 行中这边有讲到说 爸不能像我的兄弟怎么会这么奇怪 明明就是情人 因为特别是在背景当中 在公开场合 夫妻都不能有太亲密的行为 这是主要是巴斯坦当时文化的背景 即使是已婚的夫妻 然后所以也不可能公开 实在不像现在 哇有的我们如果在路上逛街看到 哇一对情人有非常亲密的动作 我们都可能会侧目而行 那但是在那里面更不用想 所以如果是兄弟的话 兄弟之间没有问题 巴迪巴迪可以拥抱 可以很亲近都没有问题 所以很有意思 女子她想要享受爱情到 期待如同兄弟一般的感情 就不用顾虑别人影光 随时想要多亲近就多亲近 我们有没有跟神的关系 是可以想要与神亲近到如此这般 好 读读雅歌读了很美的内容之后 再次回想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有渴慕与神在一起到 这位心腹所描述的 想要隐蔽 想要建立更好的关系 花时间就是独处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向你心向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 在雅各当中记载这美好的爱情 也再次让我们思想 我们与你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渴慕你到 能够放弃好像一些规条 能够改变情境 就是不断的来到你面前 更多的与你亲近 与你建立关系 主 圣灵求你来动功 在我们生命当中 让我们真的更深的渴慕你 祥先让祈求 祷告是奉 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